我们一起来看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 预备其 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倒在我以前 因为在我以前 因为在我以前他已经存在 我先前不认识他 如今用水施洗 为要使他嫌给以色列人 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停留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 那是可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停留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所以做见证 这一位是上帝的儿子 阿们 我们一起在此来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恩待怜悯 在这个特别成祷会的最后一个早晨 我们迫弃地寻求你 愿主你用你的道来兼顾我们 让我们明白 耶稣基督这位道 来到这个世上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愿主亲自施恩给我们 祝福我们 也求你祝福这次的查经会 亲自引导神 完全交通仰望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今天是查经会特别成祷会的第四天早晨 那么第一天我们谈到了道的永恒性或者是神性 先存性我们谈到了他不仅是那个亘古就存在的道 他是神他与圣父上帝同在 并且他万有也是借着他造的 因此所有的存在在上帝之外的存有包括我们都是以他为根基为源头的 因此我们离开他其实就陷入到黑暗 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光 第二天我们就谈到了这位永恒的道 他成为肉身 他道成肉身 他取了人的样式 他取了人性 借着人性 以人形将看不见的父显明出来 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先知 他是启示的最高峰 过去旧约当中上次也曾多刺多方 小遇也以不同的形式显现 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陌后的日子亲自取了人性 真的以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 所以这是启示性的意义 但是同时在他里面我们看到他带给我们真理和恩典 所以第三天我们讲到了他是带给我们真理的那一位 道成肉身 他不仅带给我们真理 他也带给我们恩典 我们讲到了道成肉身之后 旧属性的意义 第二天我们讲到了旧恩性的意义 他给我们真理 第三天我们讲了旧属性的意义 就是他不仅带给我们真理 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 但是那些听了他的真理的人却不明白 看了他显现的人却不接待他 不信他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上帝救赎的工作 因此耶稣基督他是替罪的羔羊 他亲自成为旧约里面上帝所借着礼仪律 所告诉我们的那位替我们赎罪的那位羔羊 不仅如此 如果他单是赎罪的羔羊的话 其实他是客观的做成了救赎的工作 那么如何让人主观的去经历这个恩典 他是万有记者他造的 但是没有人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那他客观的将真理启示了 他客观的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他亲自将自己的生命作为上帝 满足上帝心意的替罪的羔羊 他完全顺从代表我们替我们顺从了一切的律法的要求 他又为我们替我们代表我们满足了上帝所有公义的刑法 他客观的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 所以我们称基督的位格 基督的顺从 基督的牺牲 这是他所做成的救赎 这是道成肉身之后带给我们救赎性的意义 但是他客观的做成这个救赎 如何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呢 如何让神的百姓 神所预先知道 拣选的这个百姓去接待他 享受他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工作呢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最后一天要谈的 他要用圣灵给我们实习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约翰做见证说到 他是神的羔羊之后呢 他就谈到了那个 他就是那个那位在我之后来的 但是他原本却在我以前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路加做了见证 在玛利亚被天使预报 他要生为他要出 他要怀孕生子 那位生要出生的人 他是神的圣者 也就是说他要 使者向他宣布了 这个上帝要借着他道成肉身 神的儿子要借着他道成肉身 这个事实他就感到困惑 然后使者就向他预报 报告说 这个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出于神的话 预取必带的能力 你的亲戚 这个伊丽莎白 六个月前已经怀孕了 然后他就去看结果发现 伊丽莎白怀孕了 原本不生育的这样的亲戚 结果怀了孕 然后后来出生的这个人物 我们看到就是施洗约翰 所以从这个时间来看 施洗约翰比耶稣出生是早六个月 比他大六个月 因此在出生的顺序上 在侍奉的顺序上 约翰在伊丝之前 所以说那在我以后来的 在我以后出生 在我以后出来公开传道的那一位 他本来就比我在先 所以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从出生的时间顺序来说 伊丝是在约翰之后 但是他原本在我以前 是讲到了他的神性 他真正的存在的本质 远远比我在先 因为他是那位太初的道 那三十一节说到 我先前不认识他 这个不是单纯从肉体来说 他们俩之间是亲戚关系 当然会知道 我先前不认识他是指 不认识他真正的所事 他不只是个拿撒勒的耶稣 不只是我家什么表亲 远方亲亲的弟弟 而是不认识他真正的身份是谁 所以如今我来施洗 为要将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所以这是讲到约翰 给他施洗之后的事情 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曾看见 就意思说约翰已经给耶稣施过血了 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身上 合合本翻译是住在他身上 我用的这个版本 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版本是停留在他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又又提到这个重复 可是那拆我来用水施洗的 路加福音里面详细记载了约翰的出生 和约翰蒙昭的经历 约翰出生之后 他就住在旷野 当然是在一定上帝的父母照顾之下 然后到了一定岁数 他就住在旷野 到了一定的年龄 结果神的声音 神的话就临到了他 他就来到旷野实习 所以可见 虽然没有详细记载 什么样的话临到他 我们可以做出推测 第一点就是上帝呼召他 给他使命 第二 给他信心 让他去宣讲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信服意 那这个本文里面就谈到了 那拆我来的 就是打发他去 施洗的那位神 赐给他传讲信心的神 呼召他做先知 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位神 让他去施洗 让他施洗干什么呢 对他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停留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上帝吩咐约翰去施洗 给人施洗 宣讲悔改的道 让人去悔改施洗 那在这里面施洗的时候 上帝提醒他 你看到有一天 圣灵降临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停留在神的身上 那一位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圣灵 却不是常有的 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记号 当你看见圣灵住在谁的身上 停留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那个人他将是用圣灵施洗的 施洗用水施洗的人很多 包括施洗约翰一样 但是却用圣灵施洗的 这是一个记号 那使徒新传十章三十八节初代教会 早期的圣徒们他们称 圣灵要降临在耶稣的身上 而且他要降临在他的身上 而且以色亚书十一章一节里面 也预言到 那位将来做王的 在大卫家做王的那一位 上帝就高塔做王 而且在以色亚书四十二章一节 说到耶和华的仆人 他要被高丽作为耶和华的仆人 耶稣基督曾经讲到的时候 也引用以色亚书六十一章一节 说到主顿灵在我的身上 叫我报告好消息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受压制的得自由 那个时候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 用高高我 耶稣讲这个话说 今天这个恩言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 也就是说耶稣来就应验了 就约上帝应许列祖的那一位 就是那位大卫家将来被高 做弥赛亚实行拯救 他所求的都得赵应允 因为他向来做父所喜悦的事情 父爱他 圣灵永远 父的爱和圣灵永远住在他的身上 不像离弃那个曾经悖逆的扫罗 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上帝这样装备他之后 要借着施洗的约翰的洗礼显明给众人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弥赛亚 他是神的羔羊 神是预备的那个救恩 那在这里面提到了他不仅要用水施洗 像施洗约翰那样 而是要用圣灵施洗 这也就预示了旧约预言的应验 那些预言像前瞻仰望着 遥望着圣灵将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的那个时代 以西基书36章25节到26节 应许将要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那是预表着一个新的时代 而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将圣灵浇灌 带来这个新的局势 新的时代 救恩的这个神的国度降临 所以耶稣用圣灵为他百姓施洗 同时也证明了他是谁 他就是那位弥赛亚 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救主 宣告应许的时代已经来了 那么为什么圣灵 耶稣基督要实行圣灵的施洗 实行圣灵的施洗 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从两个方面 第一 他是具有救恩性的意义 救恩性的意义 之前我们 救恩是借着圣灵更新人 使人转向上帝的 前面我们谈到了特观的道 道成了肉身 道在人性当中 作为我们恩约的元首 他替我们代表我们完全遵守了律法 他获得了义 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 所以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没有什么不义 所以他既没有罪 就罪就在他身上没有权势 因此上帝借着从死里复活宣告了他的义 他替我们受背负了我们的罪 替我们受了刑罚 救他本身是没有罪的 所以在他身上没有权势 所以他复活已经证明上帝 愿纳他称他 宣布他为义 不但如此 他借着死 他偿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 这个叫做救赎 他完全顺从 他替我们死 替我们做了客观的救赎的工作 而救赎的果效 这个义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般称为救恩 当救赎的果效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这叫做救恩 实际拯救在我们身上 借着圣灵更新我们 使我们转向上帝 所以前面提到了 这个若不借着圣灵 我们就不能冲生 借着神的灵可以冲生 而且不单 圣灵感照我们 光照我们 苏醒我们的灵魂 照明我们的悟性 更新我们的心意 克服我们的软弱 赐给我们新生 使我们转向神 并且持续更新 所以在这里面 约翰洗礼是悔改的洗 告诉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要转向神 但是基督的洗礼 在本质上虽然跟约翰的洗礼一样 但是他强调是用圣灵实行 所以用圣灵和水作为对照 水是象征着洁净 当一个人最得回转的时候 罪得到饶恕 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用水洗的时候 水洗象征着洁净 洗净而上耶稣用圣灵实洗 就是用圣灵去更新别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时代性的 新的时代的开始 过去一直用水象征 而基督来将那个水所象征的 真正彻底更新捷径人的 圣灵的工作 预示出来 耶稣又用圣灵实洗 就是说这个旧约所有洗礼当中所表象征的 约翰所洗礼的那个真正的果效 实际带给我们赦罪 解禁的那个事情 是借着圣灵 耶稣基督赐下的圣灵来做工 来洁净 来洗地 象征着圣灵的工作的特征 借着圣灵使人在信心中与基督联合 有份于基督的福分 从而经历这种罪得赦免 心灵被更新的祝福 这是第一层面 救恩性的工作 圣灵来要将基督做成的救赎的功劳 实际的应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获得真正实际的赦罪和更新 那第二方面 圣灵为什么要用圣灵实洗呢 将圣灵赐下呢 这是救赎性的赏赐 基督他完全顺从 满足了神的律法的要求 基督借着他无限的价值的生命 所付上的赎价 解决了我们所有罪 因着亏欠律法 所应该承受的罪的刑罚 所以他满足了神的公义 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而这个救赎带给我们的赏赐 就是圣灵 圣灵称为生命的灵 真理的灵 当罪人因信耶稣基督 基督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之后 他的救赎 基于他的救赎的基础 他应许原本不配的我们 原本圣灵为了特殊的事工 只是暂时停留在我们身上 因为圣灵不永远与受血气的人同在 暂时高他们去做某项工作 完成某个使命 实行某项什么战争的征战的得胜等等 施施先知或者说做王 但是唯有借着基督代赎的工作 基于基督代赎的工作 圣灵才永远灵格到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才能够真正成就实现 所谓的以马内力 神真正的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身体就成为神的电 神就永远不离开我们 耶稣曾经在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说 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一天 耶稣站着喊着说人若可乐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 从他的府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 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 耶稣还没有完成救赎的工作 还没有私利复活 所以应许的圣灵还没有办法临到罪人 只有当耶稣的祭献完祭 神悦纳了这个祭 圣灵才降下来 所以这个圣灵就将成为我们信的人 心中涌流出的活水 这个活水就象征着灯命 真正的生命是借着圣灵降临 浇灌下来 住在我们信的人心里 而真正圣灵降临浇灌下来 是在基督得荣耀 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 复活升天之后 所应许的五旬节的圣灵才降临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降临是一个历史 救赎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新的时代 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带来新的时代的时候 圣灵降临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然后冤斐16章6节到15节说到 然而我把真情告诉你 我确实与你们有意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 他就到你们这里来 他来的时候 为罪为义为审判 只证为义 为义审判只证世人 为罪是因你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得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代的统治者 已经受了审判 这里就说到 他离开要赐下圣灵 另一位宝慧师 他来了要为罪为义为审判 为罪是不信 为审判是 就是使圣灵来了的工作 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让罪人悔改 使人相信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12节说到 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但真理的圣灵来了的时候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 让我们明白 并且实际 经历体验 活出真理 这也是耶利米书33章里面所应演的 圣灵赐给你们圣灵 使你们能够遵守我的律力典章 圣灵不只是来了 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来了 是给让我们能够有力量遵行 并且也能够实际遵行 这就是神所应许的 因为他不凭自己说 是把我这里所听见 所看见的说出来 并且将来的事情要传达给你 他要荣耀我等等 这是基督论的圣灵路 持续的更新 持续的教导 持续的引导 前面是带领我们悔改 认罪悔改 与基督联合 后面是 让我们持续的明白真理 实际的活出真理 更新引导我们 然后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5节到19节 说到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要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就是真理的灵 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前面说到真理的灵来了 光照那些选民 光照那些神所爱的百姓 让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悔改归向上帝 然后让他们继续在真理里面更新成长 引导明白真理 活出真理 不仅如此 因素应许说 这个灵 这个真理的灵 这个宝慧是 与你们同在 永远不离开你们 是世人不能领受的 只有赐给你们的 这些真正信的 在圣灵的光照下悔改的 是在上帝在创世之前 就所知道所认识 所拣选的 所预定的 叫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说 这个生命是永生 你们得到这个生命 上帝就永远不离弃你们 永远与你们同在的圣灵 之所以与你们同在 并且永远不离弃你 是因为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 这是恩约的表述 基督以自己献祭 以自己实价的牺牲 以自己作为忠宝 完全顺从神 完全偿付了所有我们的罪债 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献了祭 然后应许圣灵 临到我们 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 我们看到旧约礼的时候 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 支搭会幕 建立会幕 献上神所要求的祭之后 然后神的荣耀降临 充满着电 充满着会幕 当一个罪人 按照神的心意 完成赎罪的工作 祭司为他赎罪 他就赎了 这个罪人变成被洁净的人 得到自由释放之后 神的祝福才临到他 祭司宣布祝福临到他 当基督替我们赎罪之后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 基督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 就是生命 就是神儿女的身份 包括这个所说的 真正的生命就是圣灵 对不对 圣灵之所以不会我们一犯罪 就离开我们 我们中国基督徒常常说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灵 使他离开我 求你从次给我救恩 洗的了点 我们就误以为大卫这么祷告 好像圣灵就离开我们一样 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圣灵 旧约里面虽然为了某种工作 暂时降临 但是新约里面 基于基督在祭坛 十字架祭坛上献的祭 这个祭是完美的祭 完全的祭 一次献上永远满足了神的 一切的需求 我们的所有的罪 罪债 完全得到了偿付 基督也替我们遵守了 所有律法的要求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被神完全的悦纳 因此应许 给他儿女的所有的祝福 就在基督里 也借着基督 靠着基督 透过基督 赐下了 最代表性的就是圣灵 永远与我们同在 而圣灵来做工 就是将基督 已经为我们所赚得的 在基督里 付所应许的一切的丰盛 借着圣灵赐给我们 是我们实际的享受 恩约里面的 借着基督 为我们所赚得的产业 所有的恩典 都是借着基督的功劳得到的 而实际经历到那些 应许的这些基督 为我们赚得的祝福 实际完全是借着圣灵 所以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不会因为我们软弱犯罪 悖逆刚硬 他就抛弃我们 圣灵一旦离开我们 我们意味着我们就是灭亡的人 我们没有生命的 圣灵是我们承受上帝国 上帝的产业 我们成为他产业的印记 以福所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圣灵在我们心里 作为我们成为神的百姓 成为我们承受神产业 我们成为神的产业 承受他永恒的国度的产业的记号 这是地气 这是治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里面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与我们的良心同志 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上帝借着基督的献祭 基督救赎性的功劳 为我们赚取了这一切 所以他保障 基于他自己完美的献祭 一次成就到永远的献祭 保障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 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 所以我们因着信 接受圣灵 领受圣灵 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这个联合 这个永生 这个圣灵的内住 就永远基于基督完美的代数 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 虽然我们软弱 有的时候令圣灵担忧 甚至犯大罪等等 好像圣灵离开了 我们感到痛苦 感受不到那种亲密感 感觉到那种神的不喜悦 灵里面的那种黑暗 沮丧 痛苦 但是不意味着圣灵就离开我们 因为这个圣灵永远不离开 是基于我们的中宝 大祭司完美的 以祂的生命的完美的代数 作为保障 低于祂的血 祂无瑕疵的 宝贵的 无限价值的血 保障了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 所以圣灵被浇灌下来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 在地上四十日之久 跟门徒讲明神国的奥秘 升天之后 十天之后 就是复活五十天之后 应许了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下来 基督做成的救赎的工作 保障了这个圣灵的降临 赚得了圣灵的降临 将这个祝福浇灌下来的时候 使所有信他的人 就领受了这个真正的生命 真理的灵 生命的灵 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 证明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而且不仅如此 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让我们明白真理 坚固保守我们 成为与我们同在的 那位以马内利的 真正实现了以马内利 以前是神与我们同在同行 借着什么云柱火柱会幕 约会这种看得见的记号 表明神住在我们中间 神与我们同在 那都是象征 神也真的与我们同在 但是那种同在是以一种有限的方式 形式 象征着预表的 那耶稣基督亲自实现了 那个真正的与我们同在 因为他真正以人形的样式 住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和 但是这种同在也是有限的 因为人性不可能无所不在 只能在巴勒斯坦市地区 在那个空间 那个时间段与一些人同在 他的意思是要与所有神的百姓 全地的各处求告主名的 他的百姓同在 所以他复活升天之后 将圣灵浇灌下来 圣灵就与全球跨时代跨地狱的 与各处求告主名的人同在 今天我在这个礼拜事里面 跟大家讲到 那大家在现听到的时候 在各自的家庭当中 在上班的路上 在自己的宿舍里面等等 神就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在生活当中 经历到神与我同在 那个实际 那个事实 所以同在的祝福就 在我们所有的生活 我们所到之处 神就与我们同在 在物理性上 在空间上实际地实践了 神与我同在 当然神与我同在 还伴随着神的祝福引导 和喜悦等等 所以圣灵就住在 他的百姓的心中 那圣灵在我们信仰当中 发挥的作用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圣灵使我们畏罪畏一畏悔改 然后圣灵使我们持续地 以基督实际的联合 前面讲到了客观的联合 我们因着信 借着圣 因着信 借着信心 信靠基督 圣灵使我们与基督 发生了这种恩约性的 神秘的联合 我们与基督联合 我们才能享受 在基督里 我们才能享受基督所 为我们赚得的一切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他代表我们 履行了一切的义务 赚得了一切的祝福 当我们这位元首 借着圣灵 使我们与基督的身体联合的时候 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 元首所经历的一切的 所赚得的一切的祝福和特权 就成为身体的 就像亚伦 受高的时候 从头高到全身 头被高抹的时候 这个高游 从头流到脚 基督为我们 作为元首 所赚得的祝福 就零格在全身 所有属他的肢体 所以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联合在一起 基督的祝福 基督的就成为我们的 而圣灵继续引导我们 是让我们实际的经历和享受 基督所为我们赚得的一切 诚意 生命 等等 神儿女的权柄 包括信仰当中 得胜罪恶 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实际掌权 包括我们舍己 包括我们在试探 试炼当中的得胜 包括我们 仰望永生 所有的信仰的实践 都离不开圣灵 礼拜 就不借着真理和圣灵的礼拜 就不能蒙生运 也不可能献上真实的礼拜 所以圣灵教导 让我们明白真理 圣灵也引导我们 按着真理去侍奉他 所以另一位宝灰石 复活的基督坐在父的右边 已经在那里掌权了 但是实际掌权 与我们同在 帮助 教导 安慰 劝勉 孤立 这个鼓励 然后光照 责备我们 引导我们 继续前行 在生命的道路上 继续前行的是 就是这位应许的 另一位 真理的圣灵 宝灰石 来做我们的老师 来引导我们 坚固我们 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一定会迷路 没有人能走到天城 像天路历城一样 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一定会跌倒 因为我们总是软弱 起伏不定 如果我们没有圣灵 我们一定会陷入迷惑 因为圣灵 若不保守 提醒光照我们 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就没有办法 换句话说 就是寸步难行 所以圣灵是我们的老师 圣灵是我们的力量 圣灵是我们的生命 圣灵成为我们能力 是我们信仰实践 必不可缺的 与我们同在的 那另一位上帝 三一上帝 就是借着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行 做我们的主 亲自引导我们 主管我们 支配我们 帮助我们的这位 所以这是基督的功劳 他在祭坛上 祭德祭 十字架祭坛 祭德祭 为我们成就了和平祭 和平安祭 所有的祝福 临到我们 都是基于基督 中宝性的代数 以至于将圣灵 浇灌下来 更新我们 捷径我们 为我们洗礼 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灵 真理的灵 宝慧时成为我们的 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实践信仰的那另一位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中宝的代数 何等的重要 基督道成入身何等重要 我们所有的信仰的福气 都是基于他 所以今天我们的得胜 也是在基督这样的 得胜的基础之上 赐给我们的圣灵 所以我们已经拥有了 关乎生命敬虔的 一切的资源 基督已经为我们 客观的代数了 圣灵却在我们里面 可以帮助我们成就一切 信仰当中所需要的资源 缺少智慧的 可以求圣灵赐智慧 保罗为以夫所教会 求那荣耀的灵在你们心里面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真知道他 他的荣耀何等的丰盛 他在圣徒当中所显得 荣耀何等的丰盛 他所显出的大能何等的 什么的长库高深 爱长库高深等等 能大能力何等的浩大呀等等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祝福 都是借着圣灵来的 所以基督的代数 圣灵的实际的运行 是我们信仰当中 一切信仰的动力资源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 渴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带领我们明白 可慕 领受 领悟 实践真理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 求神给我们智慧 侍奉当中 求神给我们力量 人生道路上 成为一个真正 神与我们同在的同时 让我们也借着圣灵的内住的引导 使我们过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 直到保守我们 建主面的时候 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就会随时跌倒 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 确保圣徒的坚韧 在患难当中 不至于绝望 不至于跌倒 永远爬不起来 不至于陷入到罪恶当中 永远无法摆脱 圣灵持续在我们里面做工 使我们最终 在主在灵的时候 使我们能够可以承受 上帝应许给我们的 那个借着基督 所赚得的那个产业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好好的留意 依靠 顺从体贴 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这个圣灵就是 像实习约翰所说的 那位基督 在他之后来 却在他以前 借着他 代赎 牺牲 所保障的 应许的 所赐下的 借着五旬节 已经浇灌下来的 用圣灵给我们实习 基督用圣灵给我们实习 所以 盼望弟兄姊妹 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是 如何来的 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 到底要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 也是信仰实践当中 非常重要的 根基和资源 愿神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能够靠着圣灵 过神所喜悦的生活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 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